下面来个简讯 11月12号台湾著名女作家彭怡萍应邀来我师做讲座 彭怡萍专攻剧本纪录片拍摄与电影艺术的研究 讲座中她以创作与人生为题 阐述了她对文学创作的理解和感悟 近日总投资4亿元的玉山县金沙溪梦里水乡请去开发项目正式签约 项目由水乡风情漂流 宾夕明清古街江南茶马古道等组成 计划2013年底投入运营 之前18大纪念邮册由中国邮政正式出版发行 物园及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黄红灯多幅书画作品入选其中 这也是全省唯一一位入选书画作品的当代知名艺术家 11月11号万年县培梅镇种植的万年贡谷物园藻水稻品种 通过江西省农作物品种审定委员会专家鉴定 近东 浦阳县将茶叶产业发展作为冬季农业开发的重要内容来抓 新扩茶园6000亩 全县茶园总面积达到6.5万亩 延山县首支防火防训防灾专专业队近日在光尔镇成立 43名受过专业训练队员将承担起辖区内应急救灾和抢险救援等证务 广丰县已落实东重总面积22.2万亩 其中油菜10万亩 绿肥4万亩 蔬菜5万亩 东重覆盖率达84% 近日 于甘县举办了快乐小喇叭电视小主持人大赛 来自甘县各乡镇学校的近百云名小学生参加了比赛 11月12号 德兴市举办菊花展 展出了30多个品种菊花 各色菊花争奇豆芽 吸引了众多市民观赏拍照 天天看上罗记者综合报道 以上就是今天十秒闻的全部内容 感谢您的收看 稍后是天天不报